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华府18日报道,率团访问美国华府台美国会议员联议会会长,民进党立委萧美琴今天表示,他们此行向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关切台湾至今未获美国钢率关税豁免,但美方没有明确地说明台美国会议员联议会16日起访美,成员包括会长萧美琴, 富贵长江启陈,立位绿玉玲,林立禅,蒋万安,刘世芳,林俊宪,于宛如,今天傍晚在驻美代表处举行记者会,肖美琴说,台湾政务委员月前访美时曾向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提出完整的书面说明,他们这次并未安排访问USTR,但由于几个影响政策的重要单位深度对话, 他表示,台湾并不是唯一在等待答复的国家,可能要待美国整体政策更清晰后才会有结果,但反台后会持续要求台湾政府继续与美方交涉,江启陈则说, 川普政府目前最大的麻烦是不确定性,连美国同党议员都无法预测川普的决策,对大家都是挑战。 有些美国议员在访问中表达忧心,担心美国的关税政策引起其他国家抱负,影响选区,考虑修法以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利。 针对川普总统的不可预测性,江启陈也向美国国会议员表达忧虑,担心美国对外政策是以价值,还是价格为计算基础。 川普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谈判,是否可能为了美国贸易的利益,选择在台湾问题退让? 美国国会议员也有提出类似问题。 不过肖美琴表示,比起经贸问题,台美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美国不但对解放军在台海的挑衅又回应,而且长期而言,美台合作以因应解放军挑衅的态度是明确且一致的。 台美国会议员联议会两天内已拜访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众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游和,并与众院台湾连线成员参序。